甘霖基金会长期帮助台中九个行政区的弱势长者 但是因为近期募款经费不足 造成服务品质下降 于是台中邮局特别捐赠甘霖基金会 324个水手带 128个折叠式旅行带 作为独居长辈的关怀礼 收纳带的亮色设计是为了让长者眼睛不好 看得更清楚 上面的可爱图案是台中邮局的吉祥物 为了善尽我们中华邮政的企业责任 所以我们协助甘霖基金会 因为我们知道甘霖基金会 几乎在我们台中市九个行政区里面 服务了将近900位的独居长者 那独居长者其实他有很多的需求 那除了说金钱上面的资助以外 我们台中邮局提供了15的资助 甘霖基金会长期以来 一直在帮助台中九个行政区的弱势独居长辈 提供送餐日照服务等 如今受到疫情影响造成募捐经费只达预期五成 台中邮局得知后 捐助了324个水手带 128个折叠式旅行带 希望这些带子能够让长者们收纳物品时更加便利 居家环境也能够更整洁 邮政协会还有邮局这边 他们呢 他们真的也非常的有心 送了他们一个这个小小的包包 那就是说把它重要的 像图章啊 或者是什么比较重要的证件啊 什么悠悠卡啊 什么老人卡啊 都可以放在里面 长辈们呢 在家里难免有一些小东小西 要来做收藏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提供了我们非常可爱的 波波哥的水手袋 跟我们的行李袋 让我们的长辈们能够把家里 他有需要收藏的东西呢 小东西可以收藏在一起 那大东西呢 就用行李袋来收藏 以实际物资 身体力行 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相信弱势群体 一定能够感受来自社会给予的关心 2 5 5 6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